Yo 我是這是你的導遊ADA帶你 黃色世界到處飛 大家好 我是阿達 現在我們來到了板橋的 沒錯 百癡喔 超熱山激怒 欸我沒有看過 欸我真的講我發誓 沒有看過這麼乾淨的新年葉蛋沉 沒有錯 因為還有半年好不好 沒有 我們今天是要來幹嘛呢 其實板橋我們一直沒有來給它搞過炸雞獵人 然後呢 因為我就常常這樣吃 所以呢 我有一個很厲害的美食朋友 他就告訴我說板橋的炸雞超強 一下就賣完 所以我現在心情非常坎克 因為有沒有找不到聯繫方式的 所以呢我們也沒有辦法kensteel 我們今天有可能就會成為我的壁門跟 欸欸欸欸 不對不對不對 去 你現在從下面敲木頭 敲木頭 快點敲單下 出發 出發 go go 還沒有三點 這間真的太恐怖了 據說這間阿圓的炸雞啊 我朋友推薦給我 他說基本上三點開 但三點半就沒了 很恐怖對不對 很恐怖耶 阿圓的炸雞 而且我們剛剛去點已經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他們一鍋一鍋 已經基本上沒辦法賣個現場 他們全部都訂好了耶 為什麼你不先聽 我們只給你做了 我真的要先聽吧 剛剛這車的聲音實在太好了 好不好 我們這個拜託老闆 我們才吃得到 雞腿雞排跟雞翅 因為他所有東西都是要先預訂的 不得了啦 真的是天下第一腿啊 欸我就直接吃了喔 我真的不管喔 這香氣 哇 第一汁了達哥 你真的很像看護耶 你是怎樣看護 他很像那種超好吃的唸炸雞腿 然後他剛剛是直接濕的麵衣直接下去炸 但我沒想到是酥酥脆脆的那種 他剛剛那個雖然就是軟的 但是那種皮是濕濕的 而且他的入味方式是他是醃料比較香的 有一點酒香氣 然後沒有什麼胡椒粉的味道 因為不然一般這樣吃的話 是胡椒粉的味道為主 但是一口咬下 哇 滿滿的是 他酥炸的那個香氣在這樣裡面那個超多汁耶 然後這個老闆很酷的是 他那邊有一個喇嘛 他們寫說 禮拜四跟禮拜五 你只要捐血的話 憑那個證明就可以換一份炸雞 但老闆會不會有說 數量有限 如果捐血這樣很暈到 然後來人家沒有炸雞 他說這有預定嗎 他說他已經 收了六千張 然後一張可以換幾隻 三隻雞翅 就是一份炸物 就是三隻雞翅這樣 哇 很猛耶 今天禮拜幾 腿牌 喔他腿牌也太大了吧 腿牌太猛了吧 腿牌超大耶 哇也很酥耶 30塊耶 那種大小耶 很難怪就是一出餐就賣爆了 漢哥它是很清爽的感覺 清爽怎麼說 因為它沒有撒什麼胡椒啊 可是它很捏耶 我覺得它那個是雞翅膩的炸法 煙料對不對 這個企劃做到最後 一定也要搞一個這種店 每天炸一個多小時就下班了 那你要炸的像老闆這樣這麼好 叫老闆來炸 光顏色就非常的美 這時候汁又會噴 OMG 哇 你的嘴 太溜了吧 雞翅又多了一股就是 的感覺 它真的炸的很好耶 它非常的乾淨 它油都超新的 所以你看它皮的顏色也都非常非常的精亮 各位還有Fast Food 有Line 你看它預定在去哪 學起來學起來 下次預定來再吃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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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我現在很緊張 這一間 它沒有電話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吃不吃得到 重點是它在黃昏市場裡面 聽說就是 只要就是一開賣 也是都會被叫它搶購一工的 我有一種預改 感覺叫奇遇好像都很強耶 真的假的 果然耶 奇遇是不是 奇遇好吃 OK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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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大大 可以 6了6了6了 那怎麼要來 還好我們趁下大雨之前買到 這一聞就是市場炸雞的香味 聚龍 聚龍番薯 接力棒等級耶 嗯 嗯 就是這個味道嗎 我試試看 等一下有人吃過了 沒有我們剛撥開 走包 欸 我覺得 哦 好吃耶 它皮是 餅乾脆 餅乾 洋芋片脆 它裡面 我覺得要吃這種大根的 我很怕它裡面炸的就是太硬 它這個就是鬆軟鬆軟的 還不錯耶 很好吃耶 你不覺得這時候來碗羹湯 就是在泡到羹湯的麵 那魚超很像土桌魚 哦很好吃耶 應該就是土桌魚 你看你們都吃了 欸 欸第一次貝爾達哥偷吃感覺原來這樣 好興奮喔 而且它最後拿到後面會有一種 那種吃魷魚絲的那個香味 烤的魷魚絲的 一個鮮味的那個 我還記得超大耶 它這是腿排然後加一根櫃子 然後他們的胡椒就是直接 砰砰的一頓亂撒 黃撒 對 我知道這間幽默的地方在哪裡 有炸魚 有炸海鮮 而且它是很味道 會有一點海鮮的香味耶 它的麵衣本身就蠻有味道的 可是它再加上這樣子胡椒粉加上去 以市場炸雞來說這個很爽 而且你仔細看看 它也不是那種會皮肉分離的 雖然它是市場炸雞的那種皮 但它不會太厚 喔 它背後有化開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化開 但是還是很嫩耶 對啊 它這個炸功就應該是蠻厲害的 化開還嫩 不然通常化開會有點乾 會有點乾 不會像剛剛那樣那麼多汁水 放涼一點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們剛炸出來這個 不管是皮的酥度 然後還有炸雞的調味上面 我個人都是給予高分肯定 如果喜歡的朋友還是要趁早來 下一集啊 Let's go 什麼樣的波霸奶茶 這邊還要特別做一個扛棒 就是因為它裡面完全沒有招牌 它這個Google評論有1000多折 聽說一定要 在這個巷子裡面有1000多折 然後聽說要喝奶精的 剛剛聽到就是好像泡沫紅茶也不錯 我也想點一個 那你要再加一個百香果汁 百香果汁啊 再加一個泡飯茶 這種常常的你要點上喝這一種 然後我又看到後面有阿嬤在做 加增加我的信心 你都點什麼 增奶是不是 鮮奶的還是 普通的 不要用鮮奶的 不要用鮮奶的 有料有料 謝謝你 哇 我要 欸 我要兩個珍珠奶茶 百香果汁 百香果汁 然後再一個泡沫紅茶 幫我調配一個最好喝的 來來來來來 奶精 瑞峰烈士 對面 寶齡球館奶茶的味道 要到寶齡球館了對不對 太強勁了 不少的味道 它奶精哪裡買的啊 它雖然是大顆的 但它的口感lake粉圓耶 但我不吃小珍珠 我要就是要大的 然後要是這種口感 因為我吃小珍珠是不咬的啊 真的耶 小珍珠是半吃半咬半腿 我珍珠是當西米露在吃的啊 就是古早味的那種 我覺得奶茶是那種就是 就泡的那種奶茶 老闆很有料耶 老闆那個勾芡超粗的 燙 雪泡類的我覺得可以 雪泡類 我剛剛好像點那個香檳葡萄 一樣那間寶齡球館是不是 垂峰夜市 不錯耶 板橋油是種好東西 剛好炸雞解膩 帶你朋友去買 如果我們自己瘦不下來 我們就讓朋友們一起胖起來 對 這一點我有點期待 我們現在在板橋南亞夜市附近的 這一間玉品炸雞 欸 這種炸雞筒 你看就知道是美式炸雞了吧 我們一直以來心中的殿堂 Church Chicken 小騎士 就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就來試試看 究竟玉品 它是什麼樣的感覺 粉圓 好像也是招牌耶 也滿溜的 給他買一杯 招牌也有 給他買一杯好不好 Let's go 我媽媽的 美肥 康柱 龍總 魔王 你贏了 Juicy好吃 誰那誰 他姓包 欸 bro 這皮很美耶 這皮很美耶 好奇 是美式的 是美式的 是有奶油香氣 你學蛇鳥喔 這個汁這個汁 它是很完整的那種棒棒腿 很漂亮 小雞腿這樣 其實台式有些 因為它是用麵漿 所以它可能 那這個就很完整 你看它的皮 你看它這樣還緊緊的貼在上面 滿像以前小勇士那種的皮 它叫做那種零片斑紋的感覺 它的那個調味粉啊 不是純胡椒 炒過的 炒過的粉 哇整隻都是油油油耶 謝謝康柱 整個樣子吃起來 就是臉皮再用一口咬下 我是最喜歡吃雞腿的那種鮮嫩就一樣 味道也算蠻重的 如果喜歡奶香味 比較多的朋友 我覺得這一間 是我吃到 我覺得非常好吃 就是如果你蠻喜歡 他們胖老爹 或爆Q那一類香氣的話 這一間我覺得也做得很好 趕快給我個粉圓 他們粉圍不更強 喔 內用區我覺得很讚 所以我很少看到炸雞店有內用區 我跟你講一間炸雞店有內用區 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事情 炸雞就是要現場吃 就是純粉圓耶 你吃粉圓豆花 沒有豆花 哇 胖哥哥你會喜歡的 哇 完蛋 很甜 也不會很甜 它反而沒有很甜 Q鏡比較強的那種 要調比較多下 比珍珠奶茶要調 珍珠奶茶真的很軟嫩 然後我們還有點雞翅 這個雞翅 今天的雞翅算它最粗耶 哇 這雞翅好美 好燙喔 爆風刺濕入耶 我覺得很脆的 但是好爽 不錯 還在我的168裡面 168不是可以這樣吃的吧 16吃8休息 板橋真的是很強 不愧是一個美食重鎮 這幾間炸雞我要跟我朋友說 真的是蠻厲害的 一定要吃的話 我要選 其實真的還是阿圓 比較少吃到那個味道 有什麼好吃的炸雞也拜託 留言告訴我好不好 我們下次見 記得按訂閱 下周參諮要算是連合學人 那一陣子 就關上班